大家邀請了,我就借這個五分鐘,五分鐘 首先呢,先跟大家來感謝 談我們正居士 還有這位同修 也祝大家 老實念佛 今天 也是一個非常難的 2500年前 2500年前 就是佛當年在世的時候 他老人家常講到兩個字 都是無常 這兩個字大家也 念得很熟 但是我最近我才真正才明白 這兩個字的用心 這兩個字的用意 我以前 沒有真的是 透徹的去了解 比方說我們看到人家夫妻討價 我們很容易勸導人家 這個是無常 我們要放下 或者我們 看到一個家屬 人家往生 我們可能會說 這個人哪有生必有死 你要放下 你要 因為就無常 或者看到我們的金錢被人家偷走 或者不見了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勸人家說 不失吧 供養 種種種種的事 但是有時候 當這個事情 事實真相 發生在我們的身上呢 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的 真正放下 勸人容易啊 他是真正自己去做呢 有時候做不到 這個的區別 所以這個無常 不是對別人 是對自己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眨眼 這個人生太短了 我們一定要明白 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你看我們雪梨這個疫情 你看 封城都已經將近兩個月了 可能會再延續 可能 所以 尊敬的 現在這個天災太多了 天災人物太多了 所以佛佛告訴我們 人生真的難得 佛法難聞 而能夠這一生當中 在佛法當中能夠聞到淨土 能夠 能夠聞到念佛 而最非常難得 這一生能夠 往生西方淨土 超越六道輪违 了生死 出三階 那個比神 更有很大的福 所以我們要抓住這個因緣 要鎖定這個方向 鎖定這個 目標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大家一定要記得 人生真的是 人生真的是無常 我們在這個世間 真的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像最近師父 靜坐 念佛 有時候突然間 會看到這些人生 真的很苦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覺悟 不要再迷了 你看那個印光大師啊 在這個序文講迹裡面 他不是頭一句講了一句話了嗎 他告訴我們 聖皇之分 在乎 什麼呢 下面的那句 在乎意念 聖是聖人 狂就是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那我們是屬於 這個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所以所謂的菩薩 跟反覆的區別 一念之間而已 你迷了 你就是重生 你覺悟了 你就是阿彌陀佛 很簡單 道理很簡單 但是關鍵有時候我們 迷得太深了 自己不知道 當我們業障現前 那怎麼解決 怎麼辦 辦了 所以 借這個姻緣啊 我也不敢講太長也不敢講太多 太晚了 都已經九點多了啊 師父呢 只能互相來鼓勵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 才能夠進步呢 不斷地去反省 不斷地去檢討 不斷地去觀察 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我們 將來這一生當中啊 我們能夠成就 最大成就的就是 能夠往生淨土 比什麼更重要 非常難得 釋迦牟尼佛為我們 介紹這麼殊勝的法門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珍惜 那真的太可惜了 哦 人啊 一年一年的衰老 在這個供修當中 可能最年輕的是我 哦 但是棺材不分類啊 現在這個棺材啊 裝了很多年輕人啊 真的 哦 歐洲 老人長壽人很多 所以我說這個歐洲啊 老人啊 成為老人超過100歲才能夠 成為老人 100歲以下你不能夠 成為老人 都是年輕人 所以 我看這個 將近兩年在歐洲生活啊 真的 這種的福報的 地方 大家要好好用功 再加上我們 雪梨金鐘學會 又非常的好 加上我們的政總啊 正太 在領導之下 也做得非常的貢獻 很大 大家要共同來努力 共同一起來努力 讓這個念佛法門 在雪梨 能夠 讓人家 做一個好榜樣 希望大家能夠 做出一個好樣子出來 只要你能夠做出一個好樣子 你會度很多那些人家來念佛 你不用講話 用你的 以身作者 用你身教來教導別人 那我相信 我們將來 我們雪梨金鐘學會啊 會對這個社會會很大的幫助 起碼 不會讓眾生去造業 也能夠維持這個國家的 果泰民安 風調以順 因為這個國家 它能不能 風調以順 果泰民安 就是一念之間而已 那我們 該怎麼做呢 以身作者 做出一個好樣子 給人家看 念佛 不是迷信 念佛 是一個教育 是教我們 怎麼做人 是教我們 怎麼來了解這個事實的真相 讓我們了解這個人生的真美 這個事實念佛 所以今天 師父簡單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身體健康 祝大家老實念佛 其實我們每天能夠一起念佛是最好的 兩個小時嘛 打開 我們一起來念佛 沒關係啊 一重厚重啊 一個人有時在家裡會懈怠 師父有時常常犯就磨病 呵呵呵呵 祝大家 老實念佛 謝謝大家的慈悲的關懷 師父也很好 每天也很好在這個地方 祝大家也身體很好 這個疫情 聽說也是 天天的增長 不重要不用出門 在家裡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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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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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